静雅思听 让智慧也动听 从诸侯到帝国 复章 帝国之道统合为本 下 作者王伟 朗读者有意 英国资产积极革命的同一时间 差不多就是中国明代的崇祯年间 很多人说 那时的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如果没有外力干扰 没准中国也就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 乃至资本主义强国了 果真如此吗 我们慢慢说来 先来说说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 还是从字面来解读 资本主义以资为本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必然要有一个主轴来围绕 这个主轴就是这里说的本 而在资本主义时代 本就是资本 从经济上说一切国家行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资本扩张 前面提出了三权之说 放在当时的欧洲就是神权 政权商权三足鼎立 但这里面商权才是本 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会为了逼一个国家和他们进行贸易而发动战争 鸦片战争时的中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 继续解这个词 资本主义这个词包含两层意思 一层是说目的 就是上面说的以资为本 另一层则是说条件 不是说有了商业就有了公司 你就成资本主义了 必须如上面所说的政权神权和商权要能抱成一团 说到底还是一个统合的问题 其实从封建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 就是一个权力与资源集成程度提高的过程 老实说我们用于历史阶段划分的这几个名词实在有点乱 奴隶社会说的是多数生产者的身份 封建社会说的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模式 而资本主义社会前面已经说了 是说的社会运行的根本目的所在 从分类学角度说 一个体系下各个类别的划分标准 谁和谁都不挨着 那么划分难免会给人的理解造成一些不大不小的困扰 那么假如统一一下标准 那该如何来说呢 罗马时代的西方社会 共和时代也好 帝国时代也好 其实就是一种贵族本位主义 区别仅仅在于权力的集成度高低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同心缘结构 居于最核心的是大贵族 稍外围是小贵族 在外层是一般平民 最外层是没有权力可言的奴隶 即便是强势如凯撒那样的人物 如果侵犯到了处于核心地带的贵族的利益 也照样被杀 凯撒遇刺前 罗马的军事扩张基本上已经到头了 他原本准备限制贵族特权 削减贵族的土地 减免贫民的房租 以这些手段来应对罗马 因贫富分化加剧 而不断积累的社会危机 而中世纪以来的欧洲 从权力集成角度说 其实反倒是退化了 他们的社会是教士与贵族 双本位置 神权非常明确地与政权分开 而且欧洲的诸多世俗政权中 无论谁都无力实现大一统 使得暴力权分散在众多国君和领主手中 整个社会除了邦国间相互征伐 基本没什么像样的行动力 也就更谈不上发展 而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教士和贵族 最终都要压在老百姓身上 使得平民的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 所以这段历史常被称作黑暗时代 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 新贵们可以以复古思想 获得多数人的拥护 不是因为罗马希腊的文化 看着比欧洲教会文化高雅 而是百姓起码可以活得轻松一点 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 前面已经说过了 说白了就是资本家本位制 军政商权通过议会制度统合在了一起 相对于松散的封建式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以英国殖民印度来说 当时印度正处于莫沃尔王朝末期 国王下面是一帮各自为政的地方豪强 国王的军队时不时还得和他们打一仗 打赢了人家就臣服一段时间 打输了就继续逍遥一段时间 而他们所面对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名义上叫公司 其实是一个小号的军政商联合体 在1858年之前 理论上说 印度并非属于英国政府 而是东印度公司的财产 所有对应的殖民步骤都是他们来完成的 光看手里的资源对比 这完全就是老鼠吃大象 可是确实就吃下去了 这就是高度统合的威力 现在回到本节开头的那个问题 明代的中国可能发展中资本主义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欧诸国 从基本架构上说是完全不同的 与西欧诸国不同 中国的政治疆域与文化疆域是完全重合的 或者可以说中国其实是一个与欧洲同等的概念 而不是和英国法国等同的概念 中国与这个星球上多数文明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此 中国有大一统的政权存在 中华文明的疆界就是政权的疆界 所以中国的政治传统强调的是天下而非国 不强调血统而重视文化认同 所谓一入下则下 一入宜则宜 而这一切并非是由于历代帝王将相的雄心才有的 自古以来中国自然灾害多发 且一直面临来自北方草原部族劫掠的威胁 这两个问题非天下一统不能解决 换句话说天下不统一则民不得安 欧洲那些邦国放在中国确实也最多就是一个省的大小 以商人的力量自然可以和军权神权顶足而立 乃至凌驾于后两者之商 而在中国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商 商人或者说资本天然乐于和政权意识形态合作 直至彼此融为一体 因为这样更便于获得利润 可是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体量 商的合作对象 只可能是地方势力和地方政权 因此 如果要在中国比照欧洲那样强调重商主义 搞以商为核心的三权统合 也就意味着统一的天下将变成一个个独立的军政商联合体 这将意味着大一统的不复存在 而前面我们说过 对中国而言国家稳定与国家统一是相互挂钩的 当然资本主义还有另一种搞法就是以政权为核心 来统一调动意识形态权和经济权 这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李斯迈时代的普鲁士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基本上都是这么搞的 从理论上说 明清时代的中国也是可以这么搞 但也仅仅是理论上 按照前面的提法 按理说自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华夏后 中国就应该是一个均本位置的社会 可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为了说的简单点 这里我们不妨类比一下 笔者多少认识一些家族式企业的朋友 他们很多人都存在同样的困扰 就是创业衣食 靠血亲关系带来的凝聚力 通常可以是众多困难 变得更易于克服 这远不是单打独斗 或是几个人合股可以比拟的 而当企业逐步进入稳定阶段时 问题也就随之来了 一来亲情和利益纠缠在一起 必然要加剧问题的复杂程度 这个时候外人往往比自家人要更好处理关系 二来打天下终归不同于做天下 创业时期除了必要的素养之外 更多的要倚重于人对大事的判断能力 以及面对不确定前景时的决断能力 而问题是运行一个大企业时 更多的是需要专业素养 以求企业能够稳定有序的运转 而这也必然需要专业人员 出于这两层考虑 家族企业进入成熟期以后 往往要引入职业经理人 但问题到此并不会结束 职业经理人的性质决定了这个位置的责与权 很难是对等的 权力很大 但需要单的责却相对较小 因此忠诚度就成了问题 搞不好就可能出现董事长被架空的问题 如此就需要引入制衡机制 而这搞不好又会成为公司运行的掣肘因素 应该说这是一个永远没有最优解的问题 所谓的最佳解决方案 就是不断适时调整 以求达到动态平衡 除此之外 就只能是尽可能壮大企业 这样即便中间出点问题 也不至于没有挽回的余地 能够延续数代不出问题的家族企业 除了所谓的制度优势之外 通常都会有不小的规模 而中国古代的帝王家天下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超级大的家族式企业 因此我们上面说到的问题 哪一个王朝都会遇到 当打天下变成坐江山之后 皇帝同样设法直接去管理庞大的疆域 而征天下时期崛起的勋贵 到此往往会成为王朝发展的掣肘因素 因为功勋 他们要占有大量资源 享有大量特权 但未必胜任治天下的工作 无论对君主还是对百姓 这都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乎 作为董事长的帝王 就同样需要引入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团队 这就是士大夫阶层 而至此国君就始终要面临两难的选择 既要保证职业经理人团队的工作力 又要避免自己被架空 从长远来看这场竞争是绝对不对等的 皇帝只能从子嗣中选接班人 而士大夫则是在全天下最聪明的脑袋中 临选出来的 几代之后皇家很容易就会被弄成人傻钱多 因此通常而言 王朝中后期国家机器的常态 必然是维持尚可 进取无力 因为此时居于权力结构中间层的士大夫结团 通常已经将军权架空了 从利益上讲 维持现状对他们来说是最合算的 此时君主即便有心做调整也很难推行下去 这个问题在明朝尤为突出 在万历年间 士大夫集团已经强势到皇帝只能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来对抗的地步 所谓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 其实就是军权与士大夫集团博弈的极端反应 28年间 明国家机器在皇帝不上朝的状态下 还能继续运转 本身也证明军权其实已经被架空 之所以会如此 除了历朝历代的周期律之外 明王朝还面临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信奉儒家的士大夫集团已经开始教会化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自南宋以来儒家的内核 从孔子的尊王攘仪已经逐步蜕变成了诸锡的理学 一种东西算科学还是算宗教 根本在于他是否容许质疑 而儒家的理学恰恰是把自身给固化了下来 人们对圣贤的敬仰本质上和西方人敬仰上帝没什么区别 而士大夫集团则正好扮演了教会的角色 而且孔孟是远比上帝要厉害的存在 一场黑死病加上达尔文的进化论 就可以让人们怀疑上帝是否存在 而孔孟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人们信仰的是以他们为标志物的理学 世子们尊君是因为这是圣贤之道要求的 但君要是不依从圣贤之道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几乎就是欧洲式的军权与意识形态权的分立 看了前面对西欧的介绍 我们不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 崇祯年间随着燕党被肃清 代表东南士绅的东林党完全把持了朝政 诚然就一般道德而言 东林党人的确要高过宦官集团 但历史只看大事抗功过 是非倒在其次 要告国家资本主义 最起码一点需要统合经济权 而在当时莫说是统合 东林党掌权之后 干脆以与民争利为由抵制朝廷 收工伤税 最严重时浙江一省查税 竟只能收上二十几辆银子 而此时明朝必须同时面对 西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和东北地区 后今崛起带来的变化 这些都需要钱 而原本靠商业发展 异常复数的东南 却在士大夫集团的庇护下 不用交税 那么这个负担 只能落在西北地区的贫困农民身上 而由此最终激起了西北农民起义 这才有了后面的闯亡进北京 连骑马的国家运行都无法保证 又何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呢 静雅思听现已开通微信公众账号 感兴趣的朋友请搜索账号 JustinV 或到网站首页扫描二维码进行关注 快来与我们私聊吧 感兴趣的朋友请搜索账号 请搜索账号 请搜索账号